星洞大未来帮您找钱来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主持人院小婉 想象一下 以后车子不用人来操控 这会是多大的进步呢 这几年一场马路新革命 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中 这已经是一项全世界都在发展的趋势了 许多科技大厂 传统车厂 都陆陆续续投入了自动驾驶系统 也就是无人车的研发 以目前来讲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它就是指车子里头仍然需要驾驶人员的 只是车内还有辅助系统 可以监控道路环境 而且透过数据分析 来计算油门跟刹车力道 一旦在行驶过程当中 遇到临时的状况 司机就可以随时停止自驾系统 自己来接手开车的 但其实只要透过人力介入 它就不能够算是真正的无人车 所谓真正的无人驾驶是这样 完全不需要用人力来干预 系统本身必须要完全的全自动干应的 我们接下来带您看到眼前这一辆 这辆巴士是用人工智慧来研发的 根据麦肯锡的预测 无人驾驶汽车的产值到2025年 可以高达2000亿到1.9兆美金 而如今台湾也跟上国际的脚步了 从法国引进了这第一辆 也就是您看到的这辆 无人驾驶小巴士 它没有驾驶人员 却可以真的在路上来回奔驰 是不是很难想象呢 而日前在台北跟高雄 这两个地方都开放民众来试诚了 希望能提高大家的接受程度 但是台湾发展无人车 必须面对的问题是 真的能够适应我们繁杂的交通环境吗 一旦遇到了突发状况 像是猫猫狗狗 或是人突然间冲出来的时候 又该如何来应对呢 今天的无人车发展 我们先从台湾来看起 马路革命新浪潮 全球都在积极参与 台湾当然也不能缺席 科技部已经领定 无人驾驶实验条例 业者可以申请特定的路段 特定时间来进行 无人驾驶实验 但是台湾的发展 早从十多年前就开始了 有车辆研究测试中心 从2006年就开始研发了 Made in Taiwan的 自动驾驶技术 一辆汽车 它没有人掌控 它能自己前进 超车跟转弯 甚至还可以自动停车呢 收到了自动驾驶 现在可是当红炸子机呢 全世界各国几乎都在竞赛 除了台湾都在积极研发之外 这次我们的采访团队 还带来了全新的世界观点 特地走访了美国 英国 日本跟新加坡 来探讨这场不可立的浪潮 因为有些数字 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了 像是高盛报告就指出 未来2025年一直来到2030年之间 半自动驾驶跟全自动驾驶的 汽车销售量 将占市场比重达到20%左右 这代表产业变革正在酝酿当中 走出台湾 我们先来看看 美国的无人车发展 美国商业部研究 在美国工人每9个人当中 其中会有一个人的工作呢 是受到了无人车的影响 以后人力需求变少 大概有380万名的司机 这里头包括了卡车 汽车跟火车 甚至是救护车驾驶 都可能会失去工作 而其他还有1170万名的驾驶 他们是完全不能够仰赖开车的 必须要有其他技能 才能生存下来 总计全美国有11.3%的 就业人口未来 跟智慧无人车 是有息息相关性的 而就在美国密西根州的安娜保市 之前进行了一场有趣的实验 是由福特汽车 跟达美乐披萨相互来合作 民众想叫外卖吃披萨的话 以前是人把披萨送到你家楼下 而现在是一辆外送车 直接帮你送过去 新科技先满足你的胃 这也是蛮聪明的做法的 有专家就说了 目前美国在无人车研发上 几乎是领先世界各国的 而他们到底是如何办到的 三地驻美特派分歧匪 来自美国的报道 今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正在施行的是自驾车开发商 维某推出了一种 类似像Uber的轿车服务 它很像是计程车一样 里面没有人操控的 还是可以带你到任何地方去 而这个变革也将引领美国 进入自驾计程车 商业化的新时代 2020年东京奥运期间 可能涌进的4000万人次 安倍晋三都已经喊话了 说到时候会有自动驾驶车辆 在路上来回奔驰 而目前最急需要修改的 当然就是道路交通法 一旦有上百辆或上千辆的 无人驾驶计程车上路 到底是由谁来监控 日本要用立法的速度 来拼车速 刚刚您所看到的是日本的例子 在亚洲同样积极投入 无人车技术的还有新加坡呢 因为对当地的人民来说 每当上下班的时间 他们最大的痛苦 当然就是塞车了 新国政府要疏解车潮 也已经出尽其招 不仅征收塞车费 连继承车在尖峰时段的收费 也是比较贵的 而为了限制车流量 一般的民众你想要拿牌照 你的荷包可要够深 当地牌照每个月限量发行 一张牌照大概要花你新台币 大概两百万 而且只有十年校期 这够贵了吧 但是塞车问题 依然是无法缓解 现在搬来 新动大未来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看英国 英国的城市呢 目前有两大普遍问题 一个是严重的空污 必须先要从车辆来限制 英国政府已经宣布了 从2040年开始 市面上所有销售的新车 都必须是纯电动车 像是柴油引擎车 油电混合车这些一律 都是禁止贩售的 而列车的确是让人痛苦的噩梦 不过在美国加州 却大大利用了这个痛苦 打算把马路变成花电厂 加州政府呢 他们打算赤资200万美金 在高速公路上铺设这种 可以将机械能量跟电能 相互转换的压电晶体 什么叫压电晶体呢 当塞车的时候 长长的车针会压在路上 会产生所谓的机械能 一旦透过了压电机体的转换 会释放电能 这个时候马路上越塞 发电量反而是更大的 但是有这么容易吗 早在加州之前 像是日本 东京 意大利跟以色列也都努力过 但失败了 如果这次加州 能够一次突破技术瓶颈 塞车将不再是乱象 而会是一大工程了 以上是今天的行动大未来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麵小婉 我们下周见